这是一个令人烦躁的九月 还没有送走炎炎的烈日 却又涂添了几分忧伤 漫步在花季和雨季的少男少女们 总是有着太多的情愫 去令他们感怀和体悟 我们的故事也从这个季节开始 在高中的门口人头攒动 秦峰望着那一大张红纸上的成绩公告 愣愣发呆 暗自神伤 很幸运她已警告出录取线三分的成绩 考上了高中 但在自己看来这更是悲哀 因为在被这所学校录取的那一刻 就已注定将失去人生中的第一次恋情 那女孩叫芳芳去来另一座城市的另一所高中 是省重点 非她所愿 只怪世事弄人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开始沉默 丢失了曾经的开朗与幽默 开始习惯忧伤与孤独 秦峰的心很痛 在痛得无法承受时 便去用酒精暂时自我麻痹 虽然这样徒劳 但别无选择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依旧沉浸于淡淡的忧伤之中 但她身边却频频会出现另一个女孩的身影 那女孩叫梅浩 没人记得这一切是何时开始的 即便秦峰也不清楚 这一切仿佛就在前一幕话中发生着 梅浩很善良 也很善解人意 她总是在秦峰无助时 去开导她 在孤单时陪伴她 甚至还会偶尔陪秦峰喝上几杯 以表同情 那段日子他们都很自然 就像一对相识已久的老友 但好景不长 青春洋溢的季节总是敏感 于是身边开始出现流言蜚语 而且很快在班级蔓延开来 秦峰有属于她的坚持 芳芳也有属于她的骄傲 于是原本的和谐打破 开始刻意地疏远对方 或者说是一种对内心的逃避 在那段日子里 秦峰又开始沉默 但却不知因何而起 芳芳依旧快乐地像个孩子 可那眼底分明有着几缕 难以捉摸的萌柔 时间不会因谁而停滞 日出日落 寒暑交替 一切都平静且忙碌地进行着 唯有秦峰和芳芳依旧形同陌路 而这一切只源于彼此心中那份虚荣 生活总是充满着太多的意外 有些意外也巧合地成了一份契机 芳芳总是笨手笨脚 就在一次打水的过程中 不小心被滚烫的开水烫伤了脚面 水泡鼓得老高 芳芳很坚强 没有流泪 可秦峰看着女孩的伤势 心中变得莫名的痛 终于不顾一切 主动打破了已久的僵局 主动送去了在家中带来的专制烫伤的药膏 芳芳看着秦峰急切的样子和手中的药 没有言语 只是玩耳一笑 但彼此心中都明白 那种久违的感觉终于又回来了 就这样 芳芳的脚慢慢地好了 她和南海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快乐 但秦峰心中却不再像当初那样坦荡 总觉得似乎心底压了点什么 很难透过起来 后来终于明白 原来压在心底的 是那份对女孩早已萌生的爱恋 暗恋的日子很苦终于忍耐不住了 在一个明媚的午后 拿出手机 拨动按键 向女孩发送了心中的爱恋 秦峰很坦诚 她告诉芳芳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也不会轻易地喜欢上一个女孩 但如果我确定了一份爱 那便会始至不渝 亘古不变 或许是秦峰的真心撞开了芳芳的心扉 又或许是她也早已和秦峰一样 只是将这份爱深藏在心底太久 总之芳芳流着泪答应了男孩 于是他们相恋了 像所有沉寂在爱河中的少男少女一样 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总认为自己会是最幸福的那一对儿 事实也确实如此 秦峰履行着每一句诺言 对芳芳无微不至 呵护有加 芳芳也像个贤惠的妻子一般照顾着秦峰的点点滴滴 包容着秦峰的一切 那段日子很幸福 甚至幸福的令身边的人都会嫉妒 他们会发信息到彻夜不眠 会因为小别而思念彼此到泪流满面 他们总之 他们之间演绎着所有情侣间该有的浪漫 时间如洗 岁月如缩 平静而快乐的日子总是会被无意间打乱 秦峰的家里决定让他放弃大学 而且帮他找好了出路 秦峰很挣扎 因为大学一直是他的梦 但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秦峰体会得出 母亲的难处不想让母亲为难 于是只好点头答应 离开校园 他乡远方 舍不下的就是那份对方方割舍不下的爱恋 临行那天难相拥而弃 很少在方方面前流泪 但那次哭得很彻底 他们约定好了 即使有城市的阻隔 也不会彼此放弃 那时候都相信一个词 叫做永远 思念与不舍 终究没有阻止事情的发展 秦峰走了 踏上了远方的征程 带着对方方的爱 和一颗孤独的心奔向了未知的世界 在出发的火车上 秦峰躲在角落 无助地流着思念的泪 在外面的日子并没有当初设想的那般美好 一切变化得太快 每当忍不住寂寞时便翻开菱形时 与他合拍的一侧相片 一页页的抚摸 仿佛想抚平心中那难以言表的思念 但一切中是突然 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分离的日子 电话成了他们可以抓住的一根稻草 秦峰在电话中 讲述着外面的繁华与美好 芳芳也表达着心底对男孩的眷恋 直到芳芳的情绪不再平静 哭得难以言语 日子仍旧向前挪动 在无数个夜秦峰不眠不休 在无数个梦中 泪眼朦胧 但秦峰是理智的 他开始思考 芳芳还在上学 将将来还要高考 这样下去 或许会因为自己的自私 而毁了女孩一辈子的幸福 终于忍着心痛 向女孩提出了分手 下定了决心 无论芳芳怎样请求 秦峰仍是冷面绝情 只有自己心中明白 那一刻心中有多痛 只在心中默念着 我的宝贝原谅我的无情 总有一天 要让你成为我红地毯上最美的新娘 本以为自己的绝情会让芳芳远去 然后专心学习 令她没想到的是 芳芳仍旧不肯死心 情况似乎比以前更糟 秦峰开始无奈 或许 只有真正让她死心 才会挽救她的学业吧 于是秦峰背去了自己的灵魂 交往了另一个她并不爱的女孩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芳芳彻底的死心 终于这一切似乎起了作用 芳芳开始渐渐放手 至少表面不再苦苦纠缠 那一刻秦峰的心很痛 但为芳芳认为这一切都很值得 不久秦峰和那个并不爱的女孩分手了 理由是无法说服自己去亲吻她的双唇 一切本该到此告一段落 但当芳芳得知秦峰分手的消息后 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又开始了对秦峰的表白和思念 秦峰很矛盾 开始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时 那样的幼稚和可笑 可是已至此 她也只能忍住心中的伤痛 一次次地回绝芳芳 伤害芳芳 可谁又知道 这决绝的背后 付出了秦峰多大的期望与伤痛 速峰答应芳芳 只要芳芳好好学习 能考来北京 就前缘再续 其实这只是想让芳芳更奋进地学习 秦峰心底告诉自己的是 无论你考去哪里 我都天涯相随 不离不弃 芳芳在学校单调而忧伤地学习着 但学习成绩并没有提高多少 秦峰很不满意 于是经常在电话里责备女孩 不用功 不上进 芳芳总是认为 男孩不理解她的痛苦和思念 可秦峰又何尝不时如此 默默地付出这一切 而这一切换来的仍旧是芳芳不理想的成绩 虽然此刻已经完全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 但是已至此 只好将错就错 只想等芳芳高考后 向她诉说这一年来的苦楚 与当初决绝背后的真实心情 高考的时间一天天的逼近 秦峰也不默默找寻着靠近芳芳的方法 芳芳曾经提及家中可能会让她去湖北上学 也曾提及或许会上广州的亲戚纳读书 秦峰谨记心间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秦峰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了一所不错的培训学校 而这所学校的工作分配正是去广州或者湖北 她欣喜若狂 开始相信缘分 甚至开始幻想一个月后拥抱女孩时的感觉 但此刻她并没有意识到 这一切早已注定是一场悲哀 当她把学校事情还妥当 确定万无一失时 她准备告诉芳芳这个喜讯 可接连几次电话都是无人接听 偶尔打通也是简单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秦峰开始疑惑 这到底是怎么了 终于上天和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就当一切阴霾即将散去 就当以为芳芳就将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芳芳在QQ上发来了信息 芳芳告诉她又恋爱了 并且告诉秦峰现在的男友对她很好 呆呆地望着屏幕 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刺痛着秦峰的内心 短暂地呆滞后男孩开始发狂 他疯狂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 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为什么 为什么 心底不断回响着一个声音 这到底是为什么 流着泪 漫无目的地穿行在人潮流动的大街 这到底是什么